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如果錄這個圖 直角三角形AVC 歐點為外星 歐點是外星 I是內星 就是兩角平衡線的焦點 然後這AI 跟這個VC 交於低點 如果AV是等於16 AC等於12 那麼他問這個三角形 三角形IDO面積是怎樣 他這怎麼做 我們要把這個三角形 我以這個當底 把OD算出來 OD算出來 然後再把什麼 再把I到達這個VC的距離算出來 I到達VC的距離 事實上就是內切遠的半徑 再把R算出來 他就底層高 這是R 是高 就底層高 除以2 這個就是面積了 好 那現在這個OD怎麼算 因為這是外星 那這是直角三角形 外星的話是在斜邊的終點上面 那斜邊VC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4乘3 這個是等於4乘4 所以VC應該多少呢 VC應該是4乘5 就345那個三角形擴大4倍 4乘5 等於20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BO BO就是 這是終點 VC的終點 一半就10 那BO是等於10 那現在 現在那個VD等於多少 那一個就是腳平衡線 所以我們就曉得 這個比這個 是等於這個比這個 也就是說 VD 比上多少呢 VD比上 DC 等於多少 等於4比3 4比3 4比3 腳平衡線的性質 4比3 所以這個VD 就等於多少呢 VD 就等於全部 全部是等於20嗎 乘以多少 乘以7分之4 全部7等分嗎 VD占4等分 所以這是7分之80 好 那這樣子的話 OD 我就可以算出來 OD等於多少 OD 是等於VD 那剪掉的BO VD VD 是等於7分之80 VO 是等於10 所以這7分之10 所以這7分之10 好 那再來我們要算什麼呢 算這個R 這個I是內心 I的話到達三邊的距離一樣 好 這個都是R 那這個會是一個正方形 這是R 那這個就是多少呢 這個就等於12-R 好 那這是腳平衡線 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這是4-R 12-R 這12-R的話 這裡的話也是12-R 12-R 這也是R 這是16-R 那這裡是16-R 16-R 所以VC是等於16-R加上12-R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R算出來 16-R加上12-R 等於VC V20 那這樣我就想2R等多少 28-20是8 所以R是等於4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它的那個內心與半徑是4 然後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 OD是7分之10嗎 乘以多啥呢 R R是4 它再除以2 2的4 所以是7分之20 所以答案是7分之20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D 7分之20